公子 那个在背后偷袭我的人会是谁呢 针对我们青山月还是针对星儿 心里担忧 月妻脱口而出地问道 宇文月却平静地道 不管那人是针对我们还是针对星儿 都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不惜任何代价 诺 月妻硬着随后又问了一句 公子要不要去英格院保护星儿 不 宇文月刚回了一个字 英格院的大门被推开 星儿和仲宇结伴走了过来 他避无可避只站在原地 公子 你怎么在这里 会在这里看到宇文月 楚桥有些意外 但更多的是欣喜 他快步走了过去笑问 你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外面 特意来接我的吗 宇文月看着一脸微笑问自己的楚桥 很自然地点头道 嗯 我听月妻说 你在长安有不少人要害你 实在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外 若是遇到了危险 那就不好了 尤其刚刚月妻还被人打昏了 只是不知道那人是针对你 还是针对我青山怨的 以后不要独自出门 即便要出去也要带护卫 知道吗 宇文月的这些话 多多少少透露着他对楚桥的关心 楚桥很是高兴 但令他在意的 是月妻被打晕的事情 他问 月妻 有没有看清楚 打昏你的人是什么样子 月妻摇摇头 没看清楚 那人是从背后把我打昏的 还来不及反应过来 就昏过去了 听了月妻的回答 楚桥的心里难免有些疑惑 究竟是谁打昏了月妻 是长安城内的人 还是燕北的人 亦或者大梁蝶者 不管这三股势力的哪一股 是针对他还是宇文月 楚桥多了一些戒备的心 他转头对众语道 宇姑娘 回去后让人查下 长安城有没有燕北 或是大梁的蝶者出现 最近这几天 多注意出入长安城可疑的人 阿楚 你在怀疑是大梁 或是燕王的人 打昏了月妻 众语明了 但也问出了心里的疑惑 按照月妻的说法 那人只是打昏了他 而没有杀了他 我不敢肯定是大梁 还是燕北的人干的 他们针对的究竟是谁 我们还不清楚 我或是公子 都有可能是他们的目标 这长安城这些年来太平静了 或许某些人 某些势力 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我们不得不防 暂时先按兵不动 以不便应万变吧 楚桥面色沉重地说道 好 我会让人暗中留意的 仲宇点头回道 楚桥听后稍稍安心 目光再次转回到了宇文月的身上 走至他的身边 直接挽上他的手臂 笑着说 公子 外面很不安全 时候也不早了 我们一起回府吧 好 宇文月没有抗拒楚桥亲密的婉弟 心情大好 回之一笑 两人结伴而行 月妻 仲宇紧随着两人的身后 保护着他们的安全 大魏皇宫 元澈坐在寝殿的榻上 身边一位美人做陪 他是元澈进封没几天的锦妃 深得皇帝的喜欢 皇上 究竟是什么事情 令您如此的心烦呢 见元澈眉头紧锁 一副心不在眼的样子 锦妃不甘被冷落在一边 焦滴滴地询问道 听到锦妃这话 元澈才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 望着眼前的他 带着明显的疑惑地问 爱飞 朕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你说 一个人明明已经失去了记忆 为什么有些人会性情大变呢 元澈这话问得好迷糊哦 锦妃都听得有些愣了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就在这时候 王大监从外面走了过来 来到两人的面前 奴才见过皇上 见过锦娘娘 王大监弯着身 公身向元澈和锦妃问号 王总管 找朕有事 元澈看着王大监淡淡地问 启禀皇上 宫外传来消息 宇文府的月公子身边的女人 已经查了出来 她就是我们大魏 一直在通缉的燕北要饭楚桥 消息可确实 元澈皱眉地问道 他没有想到 那个楚桥隔了三年又回来了 还是在宇文岳的身边 难怪他对左齐尔不感兴趣 原来是那个人回来了 消息确实无误 王大监问道 皇上 要不要安排小西营 去宇文府缉拿要饭楚桥 元澈却摇了摇头 不用了 你安排人给朕盯紧了宇文府 一旦楚桥做出不利于我们大魏的事情 立刻回报 诺 王大监应声后离开 皇上 既然那个楚桥是通缉的要饭 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呢 楚桥被通缉的事情 仅凭多少还是听说过 只是他无法理解 元澈丁儿不抓的用意 爱非有所不知 楚桥和宇文岳的关系 才是朕最顾忌的 他们之间关系匪浅 若朕这个时候 去宇文府缉拿楚桥的话 以宇文岳的性格不会放人的 现在的大魏还需要宇文岳 朕不想和他关系搞僵 面对锦平的疑惑 元澈回道 皇上 既然楚桥和月公子关系匪浅 两人还在一起 臣妾听说 您为他和左丞相千金 左旗而作媒 这桩婚事 岂不是要落空了 锦平再次问道 朕确实想撮合宇文岳和左旗儿 不过楚桥这一出现 就不知道这门婚事能不能撮合得成 以朕对于文岳的了解 恐怕他是不会同意迎娶左旗儿的 爱妃觉得呢 皇上 自古以来男婚女嫁 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即便月公子不想娶 只要您赐婚圣旨一下 他还会反抗您不成 既然楚桥也喜欢月公子 不如您再赐下一道赐婚圣旨 迎娶两人 成人之美的好事 皇上觉得如何呢 锦平笑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锦平的这番话点醒了袁澈 既然宇文岳中意的是楚桥 左旗儿又是他坐下的眉 非取不可 不如就让他两个人都取了 来个好事成双 想到这里 袁澈大笑出声 一把揽住锦平的小蛮腰 往自己的怀里带 口中夸赞着 哈哈 爱妃 还是你的想法不错 如此一来 宇文岳就没有办法再聚婚了 明天 朕就颁下两道赐婚的圣旨 一并让人送去宇文府 就这样 锦平的几句耳边话 把宇文岳 楚桥 左旗儿三人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彻底彻底改变了三人的命运 第二天 当今魏帝亲拟的两道赐婚诏书 从宫中发出 派了两名太监分别送往宇文府和丞相府 丞相府内 丞相左翼 丞相千金左旗儿 双膝跪地 俯身扣地 聆听太监的宣诏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今有丞相之女左旗儿 代字归中 品貌出众 贤良淑德 朕德西贤女爱慕宇文岳多年 两人男才女貌 为成人之美 特将辱许配宇文岳为妻 一切礼仪 交由礼部操办 则良辰即日完婚 亲死 微臣谢主隆恩 万岁万岁万万岁 左翼左旗儿扶手扣谢 大呼万岁 宣兆太监立即上前 把手中的赐婚诏书 双手奉赏 左翼站在身后 双手接过赐婚诏书 并交代身后的执事总管 带着公公去领赏钱 宣兆太监谢过之后 就和执事总管去领赏钱去了 爹 有了皇上赐婚的诏书 宇文岳就不得不娶我 只要我进了宇文府的大门 再加上我们丞相府 在朝中的势力 我们妇女就能享尽荣华富贵 任何势力都奈何不了我们了 秉退厅中闲杂人等候 左旗儿难言心里的激动 讲过父亲手中的赐婚诏书 如一只高傲的孔雀一般 骄傲地说道 其二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但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小心隔墙有耳 你和宇文岳大婚之前 形势要低调 不能给人抓住我们的把笔 知道吗 相比左旗儿的形于色 左翼却是老谋深算 步步小心 请皇上下旨赐婚才是第一步 完成大婚才是重要关键 爹 你就放心吧 旗儿一定听您的话 尽量低调 不过 我听说宇文岳之前的一个婢女回来了 还听说他们关系非同寻常 那个女人会成为我嫁进宇文府的障碍 是不是把她给 左齐儿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齐儿 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大婚 那个女人的事情 爹会处理的 你不用管 左翼阴瑟瑟略有心计的安抚道 是 爹 另一边的宇文府内 宣召太监是王大监 总管太监亲自来宣召 不得不说皇帝对宇文家的重视 宇文岳带着楚桥 月妻 仲宇等人相继跪地 王大监展开手中的赐婚诏书 朗朗宣读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滋文将军宇文岳文涛武略 才华横溢 深得镇功 适逢戴曲之灵 今有丞相千金左其二 一女楚桥品行端正 贤良淑德 特将如许配宇文岳为妻 一切礼仪交由礼部操办 则良辰即日完婚亲子 微臣领旨 叩谢主隆恩 万岁万岁万万岁 宇文岳叩谢皇恩 并伸出双手 王大监立即把手中的赐婚诏书送至他的手中 宇文岳接过赐婚诏书后起身 王大监带着满脸笑意 恭贺道 宇文将军 恭喜您和左小姐 楚小姐大婚之喜啊 听着王大监的恭贺之言 宇文岳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但面上还是回了一句 宇文岳谢过大监 特意赶来宣照 烦请你回宫之后 带话给皇上 宇文岳会好好准备大婚 希望届时能请他来为我们煮婚 宇文将决 您的话 奴才一定如实告诉皇上 奴才还得回宫复命 就此告辞 恕不远送 大监慢走 宇文岳转头对身后的月久道 月久 替我去送送大监 诺 月久应声 随即领着王大监离开 随着大监离开后 楚桥这才走至宇文岳的身侧 带着一丝疑惑地问 公子 星儿之前因为一些事情 遭到大魏的通缉 当今皇上既然知道我在青山院 可为什么不抓捕我 反而将我许配给公子呢 皇上不抓你 那是因为你是我宇文岳的人 只是令我意外的是 他把你许配给我 同时还要迎娶左旗儿 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当得知能迎娶星儿 宇文岳的心理是欣喜的 但同时要迎娶左旗儿 这让他有些担心 担心星儿是否会愿意 和左旗儿一起嫁他呢 相比宇文岳的担心 楚桥心里是不乐意的 嫁给宇文岳 他很愿意 但要和别的女人一起嫁 那是万万不能的事情 好歹他也是风云令主 更是执掌江湖蝶者组织的 寒山盟盟主 多么尊贵的身份呀 岂能和别的女人共事一夫 他所追求的是一夫一妻的生活 而不是一夫多妻 若就这样嫁给了宇文岳 他算什么 正妻 小妾 不管是正妻还是小妾 楚桥此生都不会做 更不屑做 公子 宇文岳 不管大费皇帝是怎么想的 我家阿楚是不会嫁给你的 即便要嫁 你也只能娶他一个人 楚桥的话刚说了两个字 仲宇抢先一步 对宇文岳说出了他心里的话 这也是楚桥的心里话 仲宇之言一出 宇文岳的目光 便落在了楚桥的身上 面色平静地问道 星儿 仲宇说的可是你心里所想 是 星儿此生要嫁的男子 必须身心都是属于我的 我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 共有一个夫君 若他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便不会嫁 公子 请您奏请皇上 星儿不想嫁给您 还请他收回照明 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想法之后 楚桥随即跪下 恳求道 听了楚桥的心里话之后 心里有些怅然若失 但转念一想 若是他这样嫁给了自己 他这辈子都不会开心 幸福的 想到这里 宇文岳俯身拉起了他 并说 星儿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这样嫁给我的 等进宫面圣的时候 我一定请皇上收回赐婚诏书 谁都不会去 宇文岳要请皇上 收回赐婚诏书 遭来了楚桥的反对 公子 请听星儿一言 若你请皇上收回赐婚诏书 换来的是皇上颜面扫地 这是抗旨不遵的大罪 反而会给整个宇文家带来灾难 这诏书不能收回 万万没想到 楚桥会反对自己 宇文岳有些不悦 星儿 莫非你是要我迎娶左旗儿不成 迎娶左旗儿才是保住宇文家的最好办法 常言说得好 皇命不可违 若是抗旨不从 那就是重罪 星儿不想公子因此而送命 请公子三思 说完 星儿便大步离开了 眼睁睁地看着楚桥从自己身边离开 宇文岳很想抓住他的手 紧紧地抱在怀里 但想到他的话 最终还是没有那样做 只是由着他离开 楚桥离开了 仲宇自然没有留下的必要 当即大步追他去了 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我们下期见 看看 谢谢大家